有史以来爱情保卫战脾气最暴躁的一对情侣 并且还是帅男靓女 双方都互砸对方手机 女孩去夜店玩嘴里叼着烟喝着酒 男生直接去把女友的朋友打起来 让我们先看看土雷老师的一番话 婚姻当中美丑可以不匹配 贫富可以不平均 但忠诚一定是对等 所以说生活的生存法则 是一颗阴暗的心永远拖不起一张自然的笑脸 爱情的法则是一个花心的人永远得不到一份永恒的爱情 你们俩现在就是这个 这样的一对冤家情侣 在一起到底合不合适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去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故事的原委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杨来自北京 他是一名私营业主 年仅21岁的他是一米九多的大高个 跟着出来的是女主人公小张 他目前在酒店前台工作 作为女孩有1米72的身高 算是很高了 两人光是从外表来说还是蛮般配的 两人的身材都当过模特 可以说是郎才女貌 而赵川问到女孩为什么回去做酒店接待呢 原因就是这个酒店在男生家门口 方便男生随时监视女友 因为在女孩眼里 男生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男生 可接下来的一幕 惊呆了全场人的下巴 有一次我觉得很简单的都是朋友聚会 把我闺蜜出去 然后大家吃着喝喝唱着歌 她就好跟踪我过去 吃门二话不说把我朋友打一顿 我女朋友是之前从来不抽烟 而且酒量特别差 我到那里叼着烟 然后跟几个朋友喝酒乌烟瘴 我觉得如果要是作为一个男朋友爱你的话 看到那个场景 任何人都会很生气 我当然得问她朋友 我说如果你要是真的把她当作你的好朋友 为什么带她来这种地方 为什么去抽烟喝酒 可是她的朋友倒好 比谁都来的理智其中 动手动 动我但是是这样 她比我还凶 当你看见自己的女朋友 在一点叼着烟与一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的时候 你心里会有什么感想 我想很多人都会像男生一样生气 而之前女友不抽烟也很少喝酒的 自从跟了这些闺蜜之后就学坏了 所以男生就给女友的闺蜜争论 在此过程中女闺蜜主动抓闹男生 男生只是推了女闺蜜一把 没想到轻轻一推就摔倒在地 并且还磕到了头 但这一切我认为男生做的没错 要是我的女朋友这样子被他们带坏 我也要讨一个说法 可最关键的是女友竟然还帮着闺蜜说话打人 把男生脸上都抓出血来了 而两人也有很多争吵的时候 有一次吵架 双方都把对方手机都给摔坏了 所以两人都是暴躁的脾气 有时候想想还真是般配 而双方摔手机的原因竟然是 男生为了报复女孩 或者是让女孩多在乎一点自己 就故意当着女孩的面 去和别的女孩跳舞 接着赵川让他们两个现场示范一下 那时候究竟是怎么跳舞的 年轻人就是会玩 难怪这么多女孩喜欢去夜店 也有这么多男生喜欢夜店去找乐趣 所以两个人都算是一秋之河 没有女孩叼着烟去玩乐 也不会有男生的报复 可能两个人都还很年轻吧 根本不懂该如何去爱对方 更多的是自私的爱自己 而赵川问到两人在彼此之间的信任感 男生有90%对女孩的信任 而女孩也只有80%对男生的信任 但女孩觉得爱情应该是百分之百信任的 缺失的10%到20% 可能成为不肯跨越的鸿沟 一段感情让双方都没有的安全感 那就意味着出现了裂痕 究竟要缝缝不补呢 还是一刀两断呢 接着赵川再次问到两个人真正的矛盾 说去你们俩之间 你们自己觉得你们有什么矛盾吗 我觉得我们中央的矛盾就是 他把我们两个所有的对错 全都建立在他的判断基础之上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张粉色的裙子 他觉得我的肤色黑 我不应该穿那条裙子 但我是直一咬穿 因为我喜欢那条裙子 所以那天在他们家的卫生间里 他就把我那条裙子撕了 确实我承认我批 两个人在台上都是针锋相对 没有体现出爱情的甜蜜 更没有相处的一些美好回忆 两个人可以为了今天穿什么裙子 配什么衣服这样的小事情而争吵 可想而知双方的控制欲都很强 如此强势的两个人 谁都不肯低头 赵川很好奇的问到两人是如何认识的 接着男生说到认识 也是很戏剧一幕 没想到还是女孩主动追求男生的 双方见过第一面之后都有好感 于是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一起 在一起一年时间 中途有一次去大排档吃饭 和朋友聊起一起开大排档 于是年轻人有干劲说干就干 等准备开店了才告诉女友 而让女友干嘛帮忙都安排精细化到两个小时了 所以女友认为男生细腻敏感并且控制欲很强 两人来到节目组也是想调解一下彼此的矛盾 那这样的爱情还值得继续发展下去吗 让我们一起看看嘉宾老师的见解 首先出场的是李庆庆夫妇 李庆庆夫妇说出了两人彼此都是自私的 男生也是更爱自己 以爱的名义去把女友改造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而两人一起经营的大排档 也算是这一年多爱的产物吧 可是有一次遇上喝醉酒打架的人 把男友投的打受伤了 然后饭店东西也被全部砸掉了 于是现在这个店铺 也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使命 这件事告一段落 李庆庆丈夫也说到女孩打心理 就对男友有一种反抗心理 其实就是要讲 在心里肯定讲过 凭什么我就要听你的 所以正常的夫妻或者情侣 能够长久走下去的 肯定有一方是弱一点的 而不是遇到什么事都针锋相对 也为在两个争强好胜的情侣中 看不到爱的存在 所以两人走到这里 应该差不多可以说再见了 接下来是瞿伟老师犀利的点评 这个女孩我个人觉得第一你不成熟 第二你说的有些话我不信 什么话 细节可以见真相 就在你模仿某一个那个女孩 在你男朋友身边蹭的那个舞姿 很纯熟 不像是住怎么去夜店的那样人能跳出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夜店的 他跳得很专业 瞿伟老师看来年轻的时候 也经常浪迹情长 对于夜店不管是跳舞还是吃喝玩乐都闻轻 在赵川的怂恿下竟然现场跟女孩尬起了舞蹈 并且还有没有用 但瞿伟老师知道 不管再再怎么样都要保持距离 最起码不能接触到对方的身体 这样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瞿伟老师也给出了建议 两个人现在都不够安定 可能是因为年龄也可能是还没完够 所以不足以就步入婚姻 双方可以继续谈恋爱 但估计很难能够约束好对方 接着是陆琪老师从另一个角度点评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一个中官一个百姓 这个是只许周官放火 那个不许百姓点灯 男生啊 我觉得你在控制余上面 我觉得你确实有问题 女孩爱穿什么衣服让他穿去 你什么事 你们现在是尽可能想达到一个恐怖平衡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许他做 然后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也不许你去做 最后就变成恐怖平衡 陆琪老师讲到了一个平衡 当你越想对方不要去夜店 或者去做你不愿意的事情 你可以反其道而行 不是一直贴着对方 而是要选择远离 冷着他或者表面上装作不惯的 这样在对方心里肯会感觉到自己不被看中 他就会重新想方法来挽回你 因为在心理学中 对方是会内心产生一种恐慌 还有一点男生需要注意的是 不管女孩去没去夜店干啥 最起码自己要做到 不能够产生家暴的倾向 对于家暴只有零容忍 陆琪老师建议两人 如果改变不了就分开 最后是图雷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 图雷老师真的是句句经典 如果人性当中的善良来源于无私 人性当中的恶就是来自于自私 那么人生中就只有一个自私是最美好的 那就是对于爱情的忠诚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爱情的背叛 说我很无私 接着图雷老师说到婚姻中的相处模式 婚姻当中美丑可以不匹配 贫富可以不平均 但忠诚一定是对等的 虽说生活的生存法则 是一颗阴暗的心永远拖不起一张灿烂的笑脸 爱情的法则是一个花心的人 永远得不到一份永恒的爱情 你们俩现在就是这样 再漂亮又怎么样 再帅又怎么样 看多了也会反 但婚姻就是这样 很多人为什么能够如胶似漆地度过一辈子 很多人为什么终日面对中国艳伴 越看越喜欢越过越珍重的夫妻 是因为两颗星靠在了一起 而不是一天到晚靠眼睛靠耳朵在爱 大多数男人喜欢靠眼睛爱 而大多女人习惯靠耳朵爱 男人喜欢看待漂亮的食物 女人喜欢听到甜言蜜语 这都是人性使然 当这种感官消失的时候 外力就开始介入 所以当你要求一个完美的对方 首先看看自己配不配 自己都不完美 凭什么要求别人呢 接着是男生问到图蕾老师的一番话 我就是想问你一下 就您对那个不忠诚的定义 举个很简单的 就说他刚才说 掩饰一女孩子蹭你的时候 所有的男性都喜欢美好的事物 看到火辣的身材的女孩子 都想多看几眼 这不是忠诚的范畴 但是当你一旦脑海当中 想要一清方泽 想要拥他入怀的时候 你要紧记住 现在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 我有我的忠诚的底线 除了我人性的本能之外 我还有我应该要的责任 图蕾老师说的太好了 把爱情和婚姻的忠诚描绘的淋漓尽致 今天又是学习到知识的一天 最后的结局 男生和女生都没有选择走出舞台 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 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两人都是自私 都是好强的 夫妻双方只要任何一番低头认错 那这段婚姻会幸福的走下去 爱情亦是如此 对的那个人不能靠培养改造 而是应该直接找一个对的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家人有什么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